北市府官員大動作會刊文化大學大群館宿舍 不過因為正值學生期末考的最後一天 因此也為學生多少造成的壓力 之所以又大動作前來會刊 主要是因為6月15日會刊不成 因此北市都發局建管處與消防局 再度派員指導文大大群館 造成壓力確實是有一定的程度 因為現在已經是期末了 但是我們距離閉館時間還有一段時間 那這樣平平的會刊 其實會造成我們現在在搬動宿舍的同學 有蠻大的困擾 因為侯友宜的關係 文化大學宿舍成為各界關切的對象 學生心裡有壓力 學校方面壓力也大 又接獲檢舉地下室停車場 被當成烹調室於洗衣間 建管處就得查 它停車空間有擅自變更 有擅自變更的事實 少了兩位停車位 一個位是目前是放洗衣機 目前在撞洗衣機 另外一個位置有隔間 認定為寄宿住宅的部分 我們會等下方到最後一個 最後的陳述 我們在一起做最後的處理 是否集合住宅作為寄宿住宅使用 都發局沒給明確的答案 倒是原定的15個停車隔離 有兩個被挪用 建管處要求文化大學15天內改善 否則最高將開罰6到30萬元 不過校方也提出質疑 這七年多來我們一共四次安檢 我們都是依照政府相關單位的指示 結果都是他們都並沒有駁回 或是退回 他們都接受我們的申報 我們認定是合法的 北市府與校方一來一往 再加上議員立委頻頻揭露 文大宿舍案升級成為政治角力 受害的恐怕還是學生的居住權益 歡迎新聞林季祥陳怡肉 台北報道